有没有想过打机都可能会有无法挽回的后果 两天前 一名18岁少年被家人发现堵饿家中 当时地下放有瑜伽脊 左脚还绑住了游戏感应器 他头部受伤 耳鼻流血 怀疑玩游戏途中跌倒 失救致死 他在玩的就是这种近期大热的健身类体游戏 玩家手持健身环 脚绑住感应器 系统就识别到肢体动作 利用健身招式打怪兽 当众不乏高强度的体能锻炼 包括跳跃和跑步动作 难怪有减肥腎气的美语备受疑捧 其实都很厉害 我想要看家里的环境 如果很狹窄 可能会有意外 可能宽阔一点就会安全一点 撞到头部是很坏的一件事 他本身可能有病吧 不然就没可能打死 问题是如果你过了路 你自己的体力 你自己的体力 忽然不顺 有一个好胜 过完这个游戏就会过过关 打机者竟然也会乐极生悲 专家说玩这类游戏都要留神 这些动感的游戏都需求你的空间上高 都可能有些三几步 有些提腿的动作 有些前后动作 所以如果你穿拖鞋 再加上地下线的话 或者你家里的空间不够 转身的话 是拖到旁边的那个 或者是拖到旁边的玻璃柜 是有造成一些轻微的受伤 想玩得放心 专家亦给了一些提示大家旁边 大约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应该是按一个暂停的按钮 做一些申请运动 或者是休息一下 让你的眼睛 你的情绪有所舒缓 然后再继续玩 安全系数相对会高很多